别碰我 你个贱女人 到现在连小手都不让我碰 别不识抬举 王富贵 你卑鄙无耻 要不是你们公司垄断特效药 要不是这样的逼迫之下 我女儿怎么会跟你这种人结婚 你个老头子怎么不知道感恩 要不是我看上你女儿 你早已经在小河里面装着了 易贵的婚礼 你给老子识取一点 要是你给我难堪 老子立马把这老头的特效药给断掉 你就让他等死吧 闺女 是爸对不起你 要不是爸得了这种病 也不会连累你嫁给这种人 爸 没事的 只要能把你的病治好 无论嫁给谁我都愿意 立强 走我们上去吧 我在等今天的主角 主角 江线和新郎官都在酒店里面啊 我在等叶松 你是说叶松也来 你说对了 应该是叶松心有不甘 该不会出现英雄救美或者抢心的情节吧 要是真的那该多爽啊 我去 老李 这是什么车啊 好酷炫啊 反正你知道这车价格三千多万就行了 我靠 叶松哥 这车是你开的 这他妈到底做什么生意 能买得起这辆车 叶松哥 你也太低调了吧 专业隔摇子的也没有你赚得多啊 张教授你呢 最近忙什么呢 嗨 我能忙什么呢 直接接了几个小项目 给长城贴磁砖 给太平洋装户来 还有一个是给珠穆拉玛封装电梯 不过最近太忙了 这个项目只能推迟到明年了 我们快进去吧 再聊一会 你装电梯的项目怕是要推迟到后年了 里面请里面请 好久不见了 江倩 这位是 这 这位是我高中同学叶松 原来他就是叶松啊 来的都是客 里面请 哇 新娘子好漂亮啊 知不知道江倩怎么会看上 这个又矮又丑的胖子 是啊 据我所知 她的人品还不怎么样 经常出去花天酒地 现在请新郎和新娘交换戒指 一旦交换完成 你们将成为真正的夫妻 百年好和 幸福美满 难道我真的要嫁给 这个卑鄙无耻的土肥猿吗 我真的不想毁掉自己一生的幸福 可是如果不嫁 没有特效药的支持 爸爸该怎么办 我究竟该怎么办 你还愣着干什么 你难道想让你爸爸死吗 赶快交换婚戒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还不交换婚戒 一个人在犹豫 一个人在咬牙切齿 这里面另有隐情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叶松呢 怎么看不到他的身影呢 不愧是在哪个角落里悔恨吧 臭娘们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再犹豫 我会立即停止特效药 给你那个废物爸爸 你就等着给他收尸吧 别我交换就 不然我会打算 有一点充满了 那么我给你帮你手 你怎么办 我唱这种 我唱这种 就不适应 你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干什么 你看不出来吗 我当然是来抢婚的了 姜茜 那一年的雨夜是我伤害了你 希望你不要为了任何人而委屈了自己 抢婚 你以为你是谁啊 敢来我的婚礼捣乱 是不是活腻歪了 还有你 你不管你爸爸的死活了吗 保安 来人哪 把这个人给我扔出去 怎么办怎么办 来了这么多保安 这个我们也帮不上忙了 人家一个起码能打我十个 臭送外卖的 啪了吧 送外卖 你认识我 哈哈哈 我一直很好奇 姜茜念念不忘的男人到底是什么货色 所以我找人调查过你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原来是个臭送外卖的 你小子是不是被人坑了 调查费应该不便宜吧 他们给你的结果仅仅是我外卖员的身份吗 什么意思 你不是外卖员 难道还是这家酒店的老板 保安 快把这个小子扔出去 你以为他们会听你的 小子 老子一个包厢就小费几十万 不听我的 难道还听你的 叶总好 一切听从叶总的安排 叶总 要把这个人扔出去吗 不用 你们先出去等候吧 我还没装完B呢 年轻人 我是贝格尔贸易的CEO 这是我儿子的婚礼现场 如果你还想见到明天的太阳 马上从这里滚出去 姜茜 你可要想清楚 今天的婚礼如果不能顺利举行下去 你爸的特效药我将会彻底停止供应 到时候你爸就只能等死了 女王 你走吧 不要管我了 爸爸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情耽误了你的幸福 可是爸 你没有特效药就死定了 啊 原来真想是这样的 我说姜茜怎么能甘愿嫁给这个土肥猿呢 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也只有王富贵能做得出来 真是丢脸 你说的特效药 是指这个吗 咦 这不是SNS吗 这个药可是出了名的贵啊 一瓶就十几万山亩币 折合成滑下壁一瓶要一百万啊 不会吧 一百万一瓶 这个帅哥竟然扛来了一麻袋 这一麻袋接近一百瓶 折合成滑下壁 不就是十亿吗 不可能 整个滑下 我爸的公司是这种特效药的唯一代理商 你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瓶 假的 一定是假的 我靠 居然是真的 你是滑下唯一代理商 没错 你马上就不是了 好 9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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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